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Explain Everything 里面 一些比较advanced进阶的剪片功能 例如这里有一段录音 在Timeline上可以看到画了一个圆圈 我不想要后面的内容 通常我会这样做 按Record 键 然后他问你是不是需要replace后面的录音 如果你答yes 基本上后面的就会自动被replace 原先的就没有了 如果你想加东西上去 其实这里有个mix键 如果你选择mix 它就会在上面再加东西在画面上 现在你看到这个绿感键多了个加键 再加 how you pause 即是所有东西是加多一层layer在上面 再看来看看 你会看到 第一次是加在画面上 就不是delete后面的内容 就不是delete后面的内容 你会看到 和您的地方 在这个绿感写 你会看到